大家好 我們是樂體科技 我是樂體科技的周舒晨 我負責的是商務的部分 我是樂體科技的專業人 我是Bunds Club 我可以叫我Barian 一開始公司是一家軟體專業公司 我們在大概三年前的時候 發現一個市場工具 其實滿多的使用者 包含企業使用者 會需要有一個 臨時性 暫時性對談的場景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一個 特殊的即時通訊解決方案 因為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 現在目前整個社交通訊的狀態 已經非常被市場污染 所以我們希望做的事情是 我們稱之為 其實有很多的時候 你是需要諮詢一些問題 或是你想要得到一些商品的 一些概念 想法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通訊的平台 來支持你這樣的商務活動 那我們推出有一個服務 就是希望能夠滿足這一塊 我們希望的是 屬於社群的通訊 就回歸社群的通訊 而這其他社群以外的通訊 交給樂體 樂體科技 加油 像這種隨掃即聊的 這種通訊的方式 是不是能夠引起一番的熱潮呢 現在先讓我們來歡迎樂體科技 感覺也是非常非常年輕的朋友 投入這樣的一個產業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也是很具有一些新的想法 是 對不對 沒錯 至於你的想法怎麼落實呢 你的計畫又是怎麼樣的 來 讓我們跟你分享好不好 來 時間交給你 好 感謝 大家好 我們是樂體科技 其實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今天第一次 陌生碰面的時候 如果我要跟你們做下一步的聯絡 必須把LINE給我 後面我可以騷擾你 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是你會發現 我們只是在網路上訂購個商品 或者是我叫一台車 電話號碼就會外洩給這些司機 司機又知道我家的地址 他會可以無止經地騷擾我 我也很害怕這個事 這是第二種狀況 第三種狀況是 你會發現 你很多時候 你想要體驗一個新的服務 你必須要先下來它的APP 做登錄 才能夠做體驗 你把個資給的對方 你後續才能夠做後續的操作 我們樂體科技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來 麻煩三位評審桌上游 我的影片 可以拿起你的手機 打開相機就可以了 直接掃碼 不用擔心你的個資不會給到我 就像畫面上一樣 你就直接掃碼 然後你就點開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跟我做 我有收到訪客了 所以我開始可以回評審們信息 嗨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所使用的第一種情境 他在用在很多的陌生的這種業務開發的時候 你不需要把你的帳號給到對方 可是對方就可以跟你聯絡 這是第一種剛剛所提到的模式 第二種模式 現在我訂購了我的一個網路的產品 上面有我的訂單號 我會收到這個網址 網址點擊進去之後 一樣 我可以看到我的訂單資訊 在當中 我的貨物物流的狀態 可是一樣的 這個司機他沒有我的任何個人資訊 後續拿到貨品 我就把這個網頁關掉 結束了 司機無法再找到我 所以這是我們想要去解決的模式 所以我們想的做法就是 怎麼樣透過功能跟分眾的模式 另外的狀況是 像我自己也遇到這樣的經驗 像我的Facebook上有非常非常多 其實我不太熟悉的好友 可是我必須讓他們留在我的名單裡面 此時我如果透過這種通訊模式 我可以斜幹我的人生 我有不同的身份 我可以同時是一個企業家 我也可以同時是個Bartender 我在上面這些QR Code 我可以一個人有多個QR Code 這些QR Code代表我不同的身份 我也可以透過掃不同QR Code進來的人 我知道這個人跟我之間的關係 業務關係是什麼 我就不太害怕說 因為我改了我個人的狀態 所有人都看到我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著重的領域包括幾個 第一個是旅遊 旅遊的產業裡面 我們希望當消費者開始訂單成立之後 他也開始去詢問 有關於我這趟旅遊當中 我的體驗 我想要去訂的飯店 Hotel Spa 這些問題可以直接透過我們的平台 直接跟服務提供方開始聊天 另外一塊是物流 物流方也是 就像剛剛的狀況 你很多這種短暫的通訊 透過這個機制可以直接跟它做聯繫 另外一個則是我們接下來會大舉入侵的 就是 媒體跟廣告的細分領域 在路上這些燈箱 這些實體的環境裡面 這些QR Code 它不再僅僅只是一個網址 而是它可以後面對接Chatbot 它可以對接是真人 所以可以提高你的轉化率跟觸及率 最後一塊則是有關於 像金融這一塊也是 因為現在目前金融也越來越多人 開始希望做 有一點類似社交金融 小和的信貸 信用卡的辦理 這些都是很低平式 可是高經濟價值的通訊 社交以外的通訊交給樂體 謝謝 社交以外的通訊交給你們 是 感覺上是一個比較短暫 而且短期盛 或是一次性的這樣子的互動 是 沒錯 它可能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就會終結掉了 對 未來不會有一些麻煩事 沒錯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產業的部分 老師有沒有什麼樣的提問 我一直在想 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類似的軟體 非常地方便 如果要轉到這邊 當然有一些特殊的應用 而且是那種一次性的 我如果想要避免 有任何後續的騷擾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一種可能 譬如說我在旅行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當地的導遊 我覺得這個人不錯 也許下次再來 或是想要跟他交朋友 我又要回到LINE 或是回到其他的地方 很多其實導遊跟旅行社之間的關係 他們其實是透過LINE在溝通 然後導遊又跟客人 是透過LINE在溝通 其實對旅行社來講 或另外一個問題 是在管理的問題 跟資訊的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提供 台灣一些旅行社 在做這個事情 如果你是2B的話 我有看到你的那個 你是Web的介面 我有看到你有一個案件是 如果我要儲存這個對話的話 可以儲存下來 是 所以如果我是 不管是銀行或是其他的 我要把它服務我 回答我的問題存下來 我還有個地方可以回頭去看 是 沒錯 可是從企業的那邊而言 不管我是用Checkboard 或是我是用人力 來去回答服務客戶的話 我會需要有一個管理系統 是 來維護我這個管理品質 那這個部分 你們有首陸續嗎 我們有一個微客服的平台 一樣的狀態 機器人在聊天的過程 隨時人工可以看到內容之外 我們也有Supervisor 主管 可以看到在當中對話的所有記錄 所以就不會有發生 您剛剛說的這種 跳出管理框架外的問題 那你們的計費模式 有沒有一個 什麼樣創新的方法 我們現在基本上 在SARS的模式上 我們是用 我們的費用從最初階的 從1500一個月 然後到年約大概是 四 五十萬人都有 甚至我們有超過這個級別的 要看實際企業的需求 1500是針對什麼計費 企業在使用這個QR Code 多人管理這個QR Code的模式下 是1500一個月 對 像這樣子一種比較 即時性的這樣子的一個 通訊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能夠符合 大家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我們來問問 來 我們周老師的看法 我剛才也有上去 就是說你傳香片 傳指標 那些基本上傳聲音都有 是 可是你這四大象牽裡面 我本能比較不會用的 例如說Logastic 我幾乎不太會用 因為我訂貨 我只要回到原來那個地方 我可以追蹤它送到什麼地方 是 會比較方便 是 然後在Banking方面 我大概不會用 因為Banking 我在還沒有對你很信任之前 我不可能用 沒錯 所以你的客戶 我有看了一下 就是大概是2B的客人 他是什麼狀況之下 去跟你做互動 然後他們目前使用的狀況 最常用是在什麼地方 最常用的狀況 第一個做Pre-Sale 做一些Campaign 剛剛講到旅遊或是廣告這一塊 基本上的Campaign是滿好用的 它可以直接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跟LineAd 跟Facebook Messenger的 Chatbot的模式是很雷同的 可是過去Chatbot 如果你在這些平台上 消費者是要把你的Facebook 跟Line帳號是要給到他們的 可是我們的模式是不需要 所以很多消費者的門檻會被降低 目前在我們整個數據的統計上 大概20%的消費者的提升 的互動量是會增加的 因為它不會有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是我好像又要把我的個資給到它 我才能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是在客服的機制上 特別是現在有很多 其實它需要做一個評論 它會去做評論 評論完如果你是給它負評 你後面收到的是E-mail給到你說 我的服務有什麼不好 或是電話給你 E-mail的模式基本上 大家就不會回應了 電話的模式 你下次大概也不會再做評價 我們的方式是 當你評價不好 它會有一個像機器人 又是真人客服的邏輯來詢問你 你大概都會回應 它在上面可以再跟你做一些 再行銷 或是後續的一些處理模式 所以這是我們最主要的 在做的核心價值 然後另外一個 為什麼B端的客戶 會對我們相對的喜歡 是因為其實台灣 現在在做私有化部署 跟做即時通訊這件事情 相對的競品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我們其實在主打的是國外市場 我們從今年Q2開始 我們已經有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 印尼 日本的客戶 也都陸續進單了 還有歐洲 我們主打的是兩種情境 一種是它對於個資相對嚴謹的 像日本這種公司 它不會讓員工使用自己的通訊平台 去跟外面溝通 他們叫做EIM 就是Enterprise的 Instant Message 是企業的通訊模式 它會希望有這樣的服務 所以這是第一種 我們會服務的客戶類型是這個 第二塊是QR Code 或者是這種快速交易的 這種概念還不太強的 第三世界 或是開發中國家 這是我們主打的另外一種模式 因為他們在掃QR Code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發現 我可以直接開始聊天 我可以開始直接溝通 可以開始直接進行消費 這對他們來講是有點 滿有興趣的 所以他們希望跟我們合作 也是在做這一款 那我們來看看丫頭 因為丫頭 畢竟是公眾人物 對不對 可能別人在跟你要一些 通訊的一些互動的時候 你可能會比一般人 更加地有一些警戒心 那你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吸引到你呢 我覺得可以就是 不要被騷擾是一件滿好的事情 可是就很像 如果我今天跟他說 那你來騷我這個 好像就告訴他說 我不想被你騷擾 好像變相是變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 也不一定是一個好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剛剛你有提到說 如果用這個QR Code 就可以讓你變換很多的角色 是 那這樣又變得好像是 你可以做很多壞事 因為你可以是變換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可能去欺騙別的 不同女生的感情 是 就是讓我剛剛一直有這樣的思考 好 那我想問的是 如果用系業主的角度來看 因為其實這個城市對我來說 它的投放廣告效果不大 所以我很想知道公司的ROS 就是效果是如何 這個方案本身的重點 不在於投放廣告 我們不希望跟業主方 收取廣告費的邏輯 過去這些社群平台 他在做的事情是 他把流量吸到他家 賣給你流量變現的概念 可是我們在做的是 直接empower 直接賦能給到你原本的服務 如果你們本來的服務態度就很好 客戶一掃看到你們店裡的一些活動 他直接詢問就定位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完成所有的事情 甚至他要預定外帶的 我們其實後面能夠對接CRM 我們也可以對接金流 他在上面就可以把很多的東西 一次性的做完 就結束了 那他後續真的很希望 加入成為你們的會員 我們也提供企業主這樣的服務室 在上面可以串建你們的會員系統 他會因為 你最後告訴他 如果你現在5分鐘之內加入 下載APP 我就給你500塊的優惠 的Coupon 他會不會立刻就願意下載 是有可能的 我們想要打破的就是 本來就該回到 Business的通訊模式 他就在這邊完成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做的事情 你剛剛提到你是用 訂閱基礎 是 每個QR Code是一個月1500元 是 那你是有 以你的每個客戶平均 大概都給你訂購幾個QR Code 我們個人的模式 就是你自己在使用單一帳號 去使用的話 我們現在其實只有150塊 5美金 一個月是一個人 因為個人版本 我們認為的MAU是500人 就是你可以讓500人掃完之後 基本上你就要加值 去做空間的服務 因為你一個人不太可能 一個月超過500個朋友 目前我們還在看這個市場的狀況 當然我們可能會改變 剛剛1500的版本 是團隊的概念 是比如說一家店 他用了一個QR Code 讓大家掃後面需要有 團隊來做管理 多個帳號 需要有這種監控機制 這是1500 目前的買法 基本上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敲門磚 都是1500 他看他的Campaign的數量 他有時候會跟著Campaign的數量走 第二種是他跟著他的服務需求的 數量走 我們目前如果是店家的模式 剛剛那1500的模式 目前我們是支持一個月是5000的MAU 你們請問你們目前公司有多少人 我們目前公司15人 OK 如果說企業要連結Chatbot 是你們會幫它整合還是 我們是有 就是有簽不同的合作夥伴 在不同的細分領域裡面 是因為大家所需要的Chatbot的 知識資料不太一樣 目前這個產品 好像比較適合從國外紅回來 是 因為以台灣目前如果見面說 請掃一下我的QR Code 可能大家這個習慣有沒有養成 而且還會補上 以為是掃LINE 對 掃一下 而且可能例如說我有四個身分 要用四張 就是剛才看了四個象限 還有就是說 從國外這樣子來看 我個人建議是從國外那邊 然後專注在什麼地方 然後有成功的案例 再回到台灣來 然後台灣現在是聚焦在B2B 是 如果從國外紅回來 也可能是一個 沒錯 另外一個模式 是 謝謝 謝謝 好 老師也幫您 開出了處方簽 不過看起來確實 在台灣大家 對於這些使用既有的 一些這種通訊的軟體 可能也已經依賴了一段時間了 忽然之間要做一個 比較大的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 算是比較前衛性的做法 是 或許也要做一些教育 甚或是提醒 不過今天非常謝謝您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今天三隊都已經 把他們的特色 企業的 各部分的計劃 也都跟我們做了一個很棒的分享 緊接著我們就要期待 今天後續的一個成果 很開心今天要來到新創77 我們也把我們的產品 帶來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因為其實真的我們發現 社交這個市場真的已經被 很多通訊軟體觸攔 我們希望提供給大家 好的分種通訊 以及功能通訊的東西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